廉刀博子厨 我就是和服 大家好 我是肖胖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 腌笋烧牛肉 这是我们从菜市上买来的这个腌笋 干的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用温水 泡发 半天 就成了这样了 好 现在我们开始盖刀 这个腌笋里头都不要 吃起吃 烤牙齿的 好 我们现在切成滚刀 现在我们将牛肉擀下刀 好 切成坨坨 坨坨要大一点 一会儿煮的时候要洗个水 现在我们将切好洗净的牛肉 进行穿水 锅里下入清水 好 倒入牛肉 放入去腥三箭套 葱 姜 料酒 好 大火烧开 烧开之后打起浮沫 好 把锅烧热 倒入菜籽油 好 油温起成的 下入炒好的牛肉 这个牛肉比较肥 多包一下 包出多余的油脂 今天我们烧这个牛肉 除了一些家长的条来之外 我还加入了香料 香料油 八锅 香叶 桂皮 炒锅 橙皮 山楂 花椒和干海椒 全部放入 炒香 把香料炒出香味 好 炒香之后 中间泡个档档 下入豆瓣酱 炒出红油 好 再翻炒均匀 好 锅边烹入料酒 好 加一条清水 这个加水意思是要加够哈 不能中途加 好 我们放入切好的盐笋 好 开始调味 一勺盐巴 一勺鸡筋 来点胡椒粉 来两条生抽 好 最后丢两盒冰糖 综合一下 好 大火烧开 转小火烧着一个小时 牛肉烧的时候 没得适的 你就把小星星的来点击 弄过这牛肉再爬得快 感谢大家 好 一个小时时间到 看一下爬没有 哎呦 真爬了的 好 现在我们把多余的料汁煎出来 好 我们这条大火 简单的收一下 汁 好 出锅 哦 真爬完了的 撒上香菜 一道腌笋烧牛肉送给大家 开饭 这道菜是典型的川菜 封联过节 周青方友的时候 餐厨上都有来这道菜哈 今天我们来告一哈 今天我们选用的是黄牛肉 或者只有我们这边四川的特残 腌笋 蘸点汤汤啊 巴适